真丝衣服抽丝处理小妙招 真丝衣服十分的娇贵,比如保养不当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出现真丝衣服抽丝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1. 用手拉平使其复位 如果真丝衣服只是被抽出来了,但丝头还没有断掉,那么可以用手轻轻地理平拉伸, 最后用手拉住两端用力崩平,将其尽量恢复原位。 2. 用针加指甲油修补 如果真丝衣服只是勾出来,就小心地用针把丝挑到裙子反面, 然后把因为勾丝被抽皱的部分轻轻拉平, 然后最好用低温运斗运一下,效果比较好。 用一点透明的甲油涂在勾丝处的背面。 3. 用剪刀剪断 找到真丝衣服是哪一根抽丝了,把它剪断, 再拿透明指甲油点一下。 4. 去裁缝店缝补 如果面积过大,自己解决不了,建议去专业的裁缝店缝补。 5. 用其他的装饰物掩盖 缝上一些装饰,遮盖一下真丝衣服抽丝的部分, 比如丝带花或者蝴蝶结之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